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寄生虫 阶级斗争的隐喻 寄生虫这部电影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不仅因为它的剧情跌宕起伏 更因为它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部电影中的隐喻和象征吧 首先 电影的标题寄生虫就已经暗示了阶级之间的依附关系 你可能会想 谁是寄生虫呢 是那些住在地下室的穷人 还是住在豪宅里的富人 其实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穷人依靠富人的资源生存 而富人则依赖穷人的劳动力维持他们的奢化生活 可以说 双方都是彼此的寄生虫 电影中的地下室和豪宅是两个重要的象征 地下室象征着社会底层 那些被遗忘和忽视的人们 记得电影中那段地下室淹水的场景吗 那简直是对社会底层 人们生活困境的生动写照 而豪宅则象征着社会的顶层 那里光鲜亮丽 但也充满了虚伪和冷漠 再说说电影中的角色 金家和颇家代表了两个极端的社会阶层 金家为了生存 不得不使用各种手段进入颇家的生活 甚至不惜欺骗和伪装 而颇家则生活在一个与现实隔绝的泡沫中 对底层的苦难一无所知 电影通过这些角色 揭示了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 和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 电影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就是那块幸运石 这块石头象征着希望和梦想 但最终却成为了暴力和悲剧的导火索 它提醒我们 阶级斗争中的希望和梦想 往往会被现实的残酷所击碎 最后 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结束这个沉重的话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 电影中的每一个角色 都在某种程度上 寄生在别人身上 无论是金家 寄生在坡家 还是地下室的老管家 寄生在豪宅的地下室 甚至连那只宠物狗 都在寄生在坡家的奢华生活中 看来 寄生这件事 真是无处不在啊 总的来说 寄生虫通过其精妙的剧情 和深刻的隐喻 揭示了现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它不仅是一部娱乐性极高的电影 更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社会语言 希望大家在欣赏这部电影的同时 也能思考一下我们所处的社会 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权力的游戏 权谋与背叛的史诗 权力的游戏 Game of Thrones 是一部充满权谋与背叛的史诗剧作 改编自乔治 二二马丁的《兵与火之歌》系列小说 作为一位枝骨剑筋的教授 我将带您深入探讨 这部作品中的权谋与背叛 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我们来谈谈权谋 权谋在权力的游戏中无处不在 几乎每一个角色都在玩弄权术 试图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占据上风 最典型的例子 莫过于小指头 裴提尔 贝里席 Peter Baelish 他从一个不起眼的小贵族 通过精心策划和无情的手段 一步步攀升到权力的巅峰 小指头的名言混乱及阶梯 Chaos is a Ladder 正是他权谋哲学的最佳写照 然而 权谋并非总是成功的 我们可以看看 奈德 施塔克 Edder Stark 的悲剧 他是一个正直且有原则的人 但在君临城这个充满阴谋诡计的地方 他的正直反而成为了 他的致命弱点 奈德的悲剧告诉我们 在权力的游戏中 单纯的正直和荣誉 并不足以保全自己 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背叛 背叛是 权力的游戏中 另一个重要的主题 最令人震惊的背叛之一 莫过于红色婚礼 Red Wedding 在这场婚礼上 罗伯·施塔克 Rob Stark 和他的家人 被弗雷家族 House Fry 和波顿家族 House Bolton 背叛并屠杀 这一事件 不仅让观众大跌眼镜 也深刻地展示了 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 当然 背叛并不仅限于血腥的屠杀 瑟西 莱尼斯特 Cersey Lannister 和他的弟弟提利昂 莱尼斯特 Tyrion Lannister 之间的复杂关系 也是背叛的一个典型例子 提利昂在家族中 一直被视为异类 而瑟西对他的敌意 更是毫不掩饰 最终 提利昂选择背叛家族 站在了反对瑟西的阵营中 说到有趣的故事 不得不提到 提利昂 莱尼斯特这个角色 他不仅是一个 聪明绝顶的谋士 还是一个幽默感十足的角色 提利昂的机制和幽默 常常在紧张的剧情中 带来一丝轻松 例如 他曾在一次审判中说 我希望我能是怪物 你们就不会再低估我了 I wish I was the monster you think I am 这句话 不仅展示了他的智慧 也反映了 他在家族中的尴尬地位 总的来说 权力的游戏 通过复杂的角色关系 和扣人心弦的剧情 深刻地探讨了 权谋与背叛的主题 无论是小指头的精心策划 还是耐德 史塔克的悲剧命运 亦或是红色婚礼的血腥背叛 这部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 权力斗争的残酷 和人性的复杂 希望这些见解和故事 能让您对权力的游戏 有更深入的理解 同时 也能在紧张的剧情中 找到一些幽默的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绿皮书 跨越种族的友谊 绿皮书 Green Book 是一部2018年的电影 讲述了在1960年代 美国种族隔离时期 一位黑人钢琴家堂 雪莉 Don Shirley 和他的意大利义司机 Tony 利普 Tony Leap 之间的真实故事 这部电影不仅赢得了奥斯卡 最佳影片奖 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让我们以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深入探讨这部电影 及其背后的故事 首先 电影的标题 绿皮书 本身就很有趣 它指的是一本名为 《黑人司机绿皮书》 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 的旅行指南 这本书在种族隔离时期 为黑人提供了安全的旅行信息 可以说 这本书是当时黑人旅行者的生存指南 就像是现代的Google Maps 但带有避开种族歧视的功能 电影中的两位主角 唐雪莉和托尼 利普 性格和背景截然不同 唐雪莉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音乐家 优雅而内敛 而托尼利普则是一个粗犷 直率的来领工人 两人一开始的关系 就像是兵与火之歌 充满了冲突和误解 然而 证实这种对比 使得他们的友谊显得格外珍贵 在他们的旅途中 托尼逐渐意识到 种族歧视的残酷现实 比如 有一幕非常经典 唐雪莉在一家高档餐厅演出后 却被拒绝使用餐厅的洗手间 这种荒谬的情景 让托尼大为震惊 也让观众深刻体会到 种族隔离的荒谬和不公 当然 电影中也不发幽默的瞬间 比如 托尼教唐雪莉吃炸鸡的那一幕 简直是笑料百出 托尼一边大口吃着炸鸡 一边对唐说 你怎么能没吃过炸鸡呢 这可是人间美味 唐则优雅地用刀叉切着炸鸡 显得格格不入 这一幕不仅搞笑 还揭示了两人文化差异的深刻 随着旅程的推进 两人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托尼从一开始的种族偏见 到后来成为唐的坚定支持者 这种转变令人感动 而唐雪莉 也从托尼身上学到了 如何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不公 总的来说 绿皮书 不仅是一部关于种族和友谊的电影 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和理解的电影 它告诉我们 尽管我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 但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扉 彼此理解 就能跨越种族和文化的鸿沟 建立真正的友谊 所以 下次当你和朋友一起吃炸鸡时 不妨想想 绿皮书中的那一幕 或许你会发现 友谊的味道比炸鸡更美味 各位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非常开心能和大家一起探讨 这些精彩的电影和深刻的社会议题 今天我们聊了寄生虫的阶级斗争隐喻 权力的游戏的权谋与背叛 以及绿皮书中的跨越种族的友谊 寄生虫通过其精妙的剧情和深刻的隐喻 揭示了现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它不仅仅展示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矛盾 更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社会预言 提醒我们在这个社会中 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寄生在别人身上 权力的游戏 则是一部充满权谋与背叛的史诗剧作 通过复杂的角色关系和扣人心弦的剧情 深刻地探讨了人性在权力斗争中的表现 无论是小指头的精心策划 奈德 史塔克的悲剧命运 还是红色婚礼的血腥背叛 都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 而绿皮书通过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主角 展示了一段跨越种族和文化的真挚友谊 电影不仅揭露了种族隔离时期的种种不公 更用幽默和感动告诉我们 只要愿意敞开心扉 彼此理解 就能跨越种族和文化的鸿沟 建立真正的友谊 希望这些见解和故事能让您对这些电影有更深入的理解 同时也能在紧张的剧情中找到一些幽默的乐趣 现在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互动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些精彩的影视作品和背后的深刻主题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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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